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解一下驾驶的小习惯 那就是减速停车时到底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 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问题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能遇到别当耳旁风来看看吧 做错商车又危险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很不起眼 很多人都不重视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会发生交通事故 很多车主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来听听来司机怎么说 很多人在考驾照的时候 教练都会教你要先踩离合然后降荡 于是很多人就有了先踩离合降荡的操作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如果你在高速行驶 这个时候忽然踩离合 反而会增加滑行速度 车速根本慢不下来 实际情况下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驾校叫的方法是错误的 那么面对需要减速 到底应该先踩刹车 还是先踩离合的问题 答案应该是低速行驶踩离合降荡 高速行驶直接踩刹车减速降荡 大家一定乐先踩刹车 因为新手很容易发生 无法判断情况的问题 所以刹车才是最保险的方法 当然不要踩死 很容易侧翻 要学会点刹